好,我现在来到呢,就是Exco爱斯克旗下的客户Cliff的这一个展位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展位有些什么样新兴的东西吧 在这边我们一看到Exco爱斯克它已经整个发展的蓝图 成立于2014年,当然Cliff 客户就是作为他们旗下的主公司 当然在2015年开始到2016年2017、2018、2019 其实陆陆续续也有推出了非常多的作品 以及得过了许多的奖 当然作为全球领导性的D-RAM记忆体模组 以及NetFresh快散记忆体产品供应商 核心目标在改变世界成为半桃体界的领导者 爱斯克采用了最新金额技术结合核心专业人才 提供不同于业界的差异化品质与服务 以及带给消费者最专业、优质以及多样化的记忆体产品 而客户就是爱斯克旗下的高阶消费性品牌 主打D-RAM记忆体模组以及Netflix快散记忆体产品 包括高规格的电竞第一期以及SSD固态硬盘 当然Cliff 客户也吹出过非常多旗舰级别的产品 而且在2024年也拿到了IF的设计大奖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客户在这次的台北国际电脑掌2024 有推出什么样的一些新产品吧? 好,在我们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些产品之前 我们也看到在客户的展台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CASMO的产品 特别是Cliff 的Creative New Solution 其实它是一台收音机 当然因为现场有太多的续号干扰 没有办法实时的给大家演示它的整个的收音效果 其实这边有两个喇叭 而这个作品呢 其实是由Mark Fabrication 一起共同打造的这一个改装的产品 可以看到有充满非常多的金属的味道 除了刚才那个收音机的CASMO以外 这边也有两台由知名的CASMO专家AK的团队来打造的 而这边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代表零重力 可以看到所有的硬件感觉好像在太风漂浮的这个感觉 而且是以白色为主题 当然记忆体内存少不了就是由我们的客户Cliff 来一起共同创造的 除此以外呢 在隔壁呢就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喜欢的一个以复古风 Satinix Cypher出来的一个东西 可以看到其实这边有一个很非常怀旧的整个外形和造型 而且非常亮点的一点就是当我打开了内部的时候 可以看到里面采用了一个分体水以及有高阶的显卡 还有科副的机体内存 蛮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吧 好当然呢我们现在来到了就科副这些的新品的展台 但是产品太多了我一个人介绍不完 所以呢我就找来了科副的代表来帮我们来一起介绍 这些科副的一些新产品 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的名字叫Gary 那我在Essangle的话是负责产品规划这一部分 对对对能不能够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在展位里面的一些有意思的新品 那我们在这一区的话就是展示我们今年的一些新产品 那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DRAM module的话记忆体模组 那记忆体模组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个的话是我们最新一代的CAM2 对CAM2 那它是新一代的JDAC的一个phone factor 它有什么样一些特性吗 我可以介绍一下吗 第一个的话它就是轻薄短小 那再来的话它使用的元件已经升级到使用那个low power的DDR 所以它在功耗上面的话是进一步可以降低它的功耗 那再来因为它的phone factor比较轻薄短小 所以它比较可以支援就是一些轻薄短小的笔电 因为一些轻薄短小的笔电的话 它过去的话它是使用一些记忆体元件直接焊在整机板上 这样的话对于升级啊维修啊是不容易的 而且我听说可能它在高频的表现也会比传统的这些就是LIM的模组会更加的好一些吧 是这样的吗 呃对它因为它支援low power DDR 那它在这个接角的设计啊 它对于这些讯号的稳定性啊 有一个讲好一些 对对对对 所以它支援的频率的话也相对的比较 也就是说这个CAM2的记忆体模组呢 说不定接下来会成为替代DRAM的那一种模组的一个主流 也说不定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之后会不会在桌面段有更多CAM2的这一个主板出现吧 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没有拿一些新品可以值得 可能有一些消费级现阶段就能够购买的一些产品 还是什么能够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一些超频然后电竞的模组记忆体模组 就我有看到这个我其实有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它这个是 它的产品名称叫FitV FitV吧 FitV呢看到现在它其实很薄而且也比较短小一点点 对 那它可能它的设计可能是比较适合一些小型主机 对 那或者是说可能像一些可能造型要小 稍微比较单调一点点的那些主机吧 它的频率的话最高是到多少啊 这一块的话 它的话到6400 6400 就是稍微是比较平变型主流型的那种 对主流型的 特别高阶的嘛 对对对对 除此之外我刚才也有看到这边的展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一个这个吧 这个Armbran 5 这是你们的新品吧 是吧 对这是我们新品 那它的产品名称叫做Urban Urban 5 Urban V 对对对 那这款的话是我们新的RGB的记忆菌 就跟我以前看到的Class V有很大的不同 特别是中间有一个黑色的那个流条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款是我们新设计的外观 它除了有就是一样有初衷的散热效果之外呢 它的频率也是支援到可以最高可以到8400 那在这个平台上的话 我们其实展示的就是速度的话可以到8800 就稍微有一点点的超频了吧 它其实还是保有它超频的空间 但是我其实我有看到一个更有让我很interesting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 这个我在这边看到已经是超频到1万了 这个就是Class V 就是之前你们一直以来保留的这个Class V的系列吧 对不对 那这个Class V的系列 其实它这个外观上也是非常tough 那它有提供两种颜色 特别的是我们今年这个设计的话 其实我们拿到了德国的红点跟IF 对我看到IF大小 对在性能上的话 我们这一款平台的话 它展示到我们Class V RGB 可以超频到1万的这个速度 OK 除了记忆体模组以外 那你们的在这个就是说SSD的部分 有没有哪些新品值得介绍呢 有 SSD的话 我们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在这台平台上看到的Gen5 SSD Gen5的话 过去可能大家看到的速度 会是大概1万啊 1万2 我们这一款展示的话 它的速度最高可以到1万4 就是又是进一步的在拉高了 基本上就快是PCI5的瓶颈了吧 对 已经快到它的频宽的上限了 对 这一个还是比较适合一些发烧级的朋友 对不对 那一些入门端的呢 入门端的话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的话 我们其实有一款新的SSD 那这个的话是Gen4的SSD 那这个产品名称的话叫做Cross C925 它是Gen4 by 4的SSD 它虽然是比较主流的 对 它虽然是比较主流的 但是它的速度 我们一样可以到这个7400的等 也就是PCIe 4.0的上限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它在使用者体验上的话是非常好的 好的 了解了解了解的 那我想了解一下的就是刚才你说的这urban V 还有那个Cross V的RGB in One的这个记忆体嘛 那预计什么时候会上市呢 如果是Cross V的话 我们在市场上已经可以买得到了 那但是它的规格的话 我们会到8400 一万的话 它这个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因为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内部的调教啊 然后先把它入稳定性吧 对 那这个urban V呢 urban V的话 我们大概在今年的七八月份会催促 那已经是确定是在8800的了 对不对 呃我们一样会在8400 8400以上的话 其实我们需要更小心更谨慎来测试它的相容性这些的 好对谢谢你 那你基本上大致上就是比较这一次客户的重点的产品了 对重点的新产 好好好 好谢谢Gary 好谢谢你 谢谢你 好以上呢就是客户展位的这些产品重点介绍呢 那继续锁定我的频道来观看下一期的台北国际电脑2024展位的介绍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